诗诗记 请你同我到念旧所得之地去 好与迦南人争战 以后我也同你到你念旧所得之地去 于是西勉与他同去 犹大就上去 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喜人交在他们手中 他们在比塞击杀了一万人 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塞 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喜人 亚多尼比塞逃跑 他们追赶拿住他 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 亚多尼比塞说 从前有七十个王 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 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 现在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了 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塞带到耶路撒冷 他就死在那里 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 将城攻取 用刀杀了城里的人 并且放火烧城 后来犹大人下去 与驻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争战 犹大人去攻击住西伯伦的迦南人 杀了士山亚西曼 塔买 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 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 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伏 加勒说 谁能攻打基列西伏 江城夺取 我就把我女儿压撒给他为妻 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 俄陀涅 夺取了纳城 加勒就把女儿压撒给他为妻 压撒过门的时候 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钱 压撒一下驴 加勒问他说 你要什么 他说 求你赐福给我 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 求你也给我水泉 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 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 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宗树城 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 就住在民中 犹大和他哥哥西勉同去 击杀了住西法的迦南人 江城进行毁灭 纳城的名便叫荷尔玛 犹大又取了加萨和加萨的四境 亚石基伦和亚石基伦的四境 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 耶和华与犹大同在 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 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 因为他们有铁车 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 将西伯伦给了加勒 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 遍亚敏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 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 与遍亚敏人同住 直到今日 约瑟加也上去攻打伯特利 耶和华与他们同在 约瑟加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 纳城起先名叫路斯 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 就对他说 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 我们必恩待你 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 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 但将纳人和他全家放去 纳人往赫人之地去 住了一座城 其名叫路斯 纳城到如今还叫这名 马拿西没有赶出 博善和属博善乡村的居民 他纳和属他纳乡村的居民 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 以柏连和属以柏连乡村的居民 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 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 即至以色列强盛了 就是迦南人做苦工 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 以法连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 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 在以法连中间 西部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 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部伦中间 成了福苦的人 亚瑟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 亚黑拉和亚格西的居民 黑巴亚福格与利河的居民 于是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 就住在他们中间 拿福塔利没有赶出博士迈和博亚纳的居民 于是拿福塔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 然而博士迈和博亚纳的居民 成了福苦的人 亚摩利人抢逼诞人住在山地 不容他们下到平原 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雅伦并沙滨 然而约瑟家圣了他们 使他们成了福苦的人 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宾坡 从希拉而上 试诗记 第二章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 对以色列人说 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 领你们道 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 我又说 我永不废弃于你们所立的月 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月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因此我又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内下的经济 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 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 百姓就放声而哭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 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 占据地土 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 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 整110岁就死了 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 就是在以法连山地的廷拿西列 在加石山的北边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 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 不知道耶和华 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诸巴利 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去叩拜别神 就是四维列国的神 惹耶和华发怒 并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 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 他们无论往何处去 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 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 他们便极其困苦 耶和华兴起逝师 逝师就拯救他们 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他们却不听从逝师 竟随从叩拜别神 行了邪淫 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 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逝师 就与那逝师同在 逝师在世的一切日子 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他们因受欺压扰害 就哀声叹气 所以耶和华后悔了 即至逝师死后 他们就转去行恶 比他们列祖更甚 去侍奉叩拜别神 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 向以色列人发作 他说 因这民违背我吩咐 他们列祖所守的约 不听从我的话 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 所剩下的各族 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 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 看他们肯召他们列祖 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 这样 耶和华留下各族 不将他们速速赶出 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 试诗记 第三章 耶和华留下这几族 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 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 好叫以色列的后代 又知道又学习 未曾晓得的战事 所留下的 就是非力士的五个首领 和一切迦南人 西顿人 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 从巴黎黑门山直到哈马口 留下这几族 为要试验以色列人 直到他们肯听从耶和华 借摩西 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 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 赫人 亚摩利人 比利喜人 西魏人 耶布斯人中间 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他们的儿子 并侍奉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 所以 耶和华的怒气 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 美索不达米亚王 古山丽萨田的手中 以色列人服侍古山丽萨田八年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 就是加勒兄弟 吉纳斯的儿子 额陀佛涅 耶和华的灵 耶和华就是摩亚王 耶和华就是摩亚王伊吉纶墙上 攻击以色列人 伊吉纶召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 去攻打以色列人 占据宝亚王伊吉纶召聚亚王伊吉纶十八年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 就是遍亚敏人吉拉的儿子伊户 他是左手便利的 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伊吉纶 伊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 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 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吉纶 原来伊吉纶极其肥胖 伊户献完礼物 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 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 说王啊 我有一件奇密事奏告你 王说回避吧 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 伊户来到王面前 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 伊户说 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 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 伊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 刺入王的肚腹 连剑把都刺进去了 剑被肥肉夹住 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 且穿通了后身 伊户就出道游郎 将楼门进兜关锁 伊户出来之后 王的仆人到了 看见楼门关锁 就说 他必是在楼上大姐 他们等烦了 见仍不开楼门 就拿钥匙开了 不料 他们的主人已死 倒在地上 他们担言的时候 以赴就逃跑了 经过凿石之地 逃到西伊拉 到了 就在以法连山地吹脚 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 他在前头引路 对他们说 你们随我来 因为耶和华 已经把你们的仇敌 摩押人 交在你们手中 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不容摩押一人过去 那时击杀了摩押人 约有一万 都是强壮的勇士 没有一人逃脱 这样 摩押就被 以色列人制服了 国中太平八十年 以户之后 有亚拿的儿子山家 他用赶牛的棍子 打死六百非力士人 他也救了以色列人 试诗记 第四章 以户死后 以色列人又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 在下所作王的 迦南王耶宾手中 他的将军是西西拉 住在外邦人的下罗社 耶宾王有铁车九百辆 他大大欺压 以色列人二十年 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 有一位女先知 名叫底波拉 是拉比多的妻 当时做以色列的适师 他住在伊法莲山地 拉玛和伯特利中间 在底波拉的棕树下 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 他打发人 从拿弗塔利的基地斯 将亚比诺安的儿子 巴拉召了来 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吩咐你说 你率领一万拿弗塔利 和西布伦人 上塔伯山去 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 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 往基顺河 到你那里去 我必将它交在你手中 巴拉说 你若同我去 我就去 你若不同我去 我就不去 底波拉说 我必与你同去 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 得不着荣耀 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 交在一个妇人手里 于是底波拉起来 与巴拉一同往基地斯去了 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 和拿弗塔利人到基地斯 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 底波拉也同他上去 摩西岳父和巴的后裔 基尼人西柏 曾离开基尼族 到靠近基地斯 撒拿因的橡树旁 直搭帐篷 有人告诉西西拉说 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 已经上塔伯山了 西西拉就聚集 所有的铁车900辆 和跟随他的全军 从外邦人的下罗舍出来 到了基顺河 底波拉对巴拉说 你起来 今日就是耶和华 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 耶和华 岂不在你前头行吗 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 跟随他有一万人 耶和华使西西拉 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 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 西西拉下车 步行逃跑 巴拉追赶车辆军队 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 西西拉的全军 都倒在刀下 没有留下一人 只有西西拉不行逃跑 到了吉尼人西柏之期 雅义的帐篷 因为下左王耶宾 与吉尼人西柏家和好 雅义出来迎接西西拉 对他说 请我主进来 不要惧怕 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 雅义用背将他遮盖 西西拉对雅义说 我渴了 求你给我一点水喝 雅义就打开皮带 给他奶子喝 仍旧把它遮盖 西西拉又对雅义说 请你站在帐篷门口 若有人来问你说 有人在这里没有 你就说没有 西西拉疲乏沉睡 西柏的妻雅义 取了帐篷的角子 手里拿着锤子 轻悄悄地到他旁边 将角子从他并边钉进去 钉入地里 西西拉就死了 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 雅义出来迎接他说 来吧 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 他就进入帐篷 看见西西西拉已经死了 倒在地上 爵子还在他病中 这样 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从此 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 胜了迦南王耶宾 直到将他灭绝了 世诗祭 第五章 那时底波拉和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作歌 说 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 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 你们应当送赞耶和华 君王啊 要听 王子啊 要侧耳而听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要歌颂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呀 你从西而出来 由以东地行走 那时地震天漏 云也落雨 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 西奈山 见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面 也是如此 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 又在亚裔的日子 大地无人行走 都是绕道而行 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 直到我底波拉兴起 等我兴起 做以色列的母 以色列人选择心神 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 那时 以色列四万人中 岂能见藤牌枪矛呢 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 他们在民中 甘心牺牲自己 你们应当送赞耶和华 骑白驴的 做绣花毯子的 行路的 你们都当传扬 在远离弓箭响声 打水之处 人必述说 耶和华公义的作为 就是他治理以色列 公义的作为 那时 耶和华的民 下到城门 底波拉雅 兴起 兴起 你当兴起 兴起 唱歌 亚比诺安的儿子 巴拉雅 你当奋心 掳掠你的敌人 那时 有余生的贵胄 和百姓 一同下来 耶和华将领 为我攻击勇士 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 从以法连下来的 便亚敏在民中跟随你 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 有持杖 捡点民数的 从西部轮下来 以撒加的首领 与底波拉同来 以撒加怎样 巴拉也怎样 众人都跟随巴拉 冲下平原 在流变的溪水旁 有心中定大志的 你为何坐在羊圈内 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 在流变的溪水旁 有心中设大谋的 激烈人安居在约旦河外 但人为何等在船上 亚舍人在海口静坐 在港口安居 西部轮人是拼命赶死的 拿浮汤利人在田野的高处 也是如此 君王都来征战 那时迦南诸王 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 却未得掳掠银钱 星宿从天上征战 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 激顺骨河把敌人冲没 我的灵啊 应当努力前行 那时撞马持去 踢跳奔腾 耶和华的使者说 应当咒诅米罗斯 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 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 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 愿吉尼人西白的妻雅裔 比众妇人多得福气 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 西西拉求水 亚裔给他奶子 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 亚裔左手拿着帐篷的角子 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 击打西西拉 打伤他的头 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 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 在他脚前屈身倒卧 在那里屈身 就在那里死亡 西西拉的母亲 从窗户里往外观看 从窗帘中呼叫说 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 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 聪明的宫女安慰他 他也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莫非得财而分 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 西西拉得了彩衣为卤物 得绣花的彩衣为略物 这彩衣两面绣花 乃是披在被卤之人景象上的 耶和华呀 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 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 光辉烈烈 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 世诗记 第六章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 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 就在山中挖穴 挖洞建造营寨 以色列人每逢洒种之后 米甸人 亚玛利人和东方人 都上来攻打他们 对着他们安营 毁坏土产 直到加萨 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 牛羊驴也没有留下 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 帐篷来 像蝗蟲那样多 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 毁坏全地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 极其穷乏 就呼求耶和华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 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差遣先知 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 出了为奴之家 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并脱离一切 欺压你们之人的手 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 又对你们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 不可敬畏他们的神 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 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 坐在亚比尔谢族人约阿施的项树下 约阿施的儿子基电 正在酒诈那里打麦子 为要防备米甸人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电显现 对他说 大能的勇士啊 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电说 主啊 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 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 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 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 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 现在他却丢弃我们 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 耶和华观看基电 说 你靠着你这能力 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 不是我拆遣你去的吗 基电说 主啊 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 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 耶和华对他说 我与你同在 你就必击打米甸人 如同击打义人一样 基电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给我一个证据 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 求你不要离开这里 等我归来 将礼物带来 供在你面前 主说 我必等你回来 基电却预备了一只山羊羔 用一衣法细面做了无教饼 将肉放在筐内 把汤盛在壶中 带到橡树下 陷在使者面前 神的使者吩咐基电说 将肉和无教饼放在这磐石上 把汤倒出来 他就这样行了 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 杖头挨了肉和无教饼 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 烧尽了肉和无教饼 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 基电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就说 爱在主耶和华呀 我不好了 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 耶和华对他说 你放心 不要惧怕 你必不致死 于是基电在那里 为耶和华 租了一座坛 其名叫 耶和华沙龙 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 直到如今 当那夜 耶和华 他吩咐基电说 你娶你父亲的牛赖 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 并拆毁你父亲 为巴黎所珠的坛 砍下坛旁的木偶 在这磐石上 整整齐齐的 为耶和华你的神 铸一座坛 将第二只牛 献为樊祭 用你所砍下的木偶 做柴 基电就从他仆人中 挑了十个人 照着耶和华 吩咐他的行了 他因怕 富家和本城的人 不敢在白昼行这事 就在夜间行了 城里的人清早起来 见巴黎的坛拆毁 坛旁的木偶砍下 第二只牛 陷在新柱的坛上 就彼此说 这事是谁做的呢 他们访查之后就说 这是约阿师的儿子 基电做的 城里的人对约阿师说 将你儿子交出来 好治死他 因为他拆毁了巴黎的坛 砍下坛旁的木偶 约阿师回答 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 你们是为巴黎争论吗 你们要救他吗 谁为他争论 趁早将谁治死 巴黎若果是神 有人拆毁他的坛 让他为自己争论吧 所以当日人称基电 为耶路巴黎 意思说 他拆毁巴黎的坛 让巴黎与他争论 那时米电人 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 在耶稣列平原安营 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电身上 他就吹脚 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 他打发人走遍玛拿西地 玛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 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 西布伦人 拿福塔利人 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 基电对神说 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 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 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河肠上 若单是羊毛上有露水 别的地方都是干的 我就知道 你必照着所说的话 借我手拯救以色列人 次日早晨 基电起来 见果然是这样 将羊毛挤一挤 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 基电又对神说 求你不要向我发怒 我再说这一次 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 但愿羊毛是干的 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这夜神也如此行 独羊毛上是干的 别的地方都有露水 诗诗记 第七章 耶路巴黎就是基电 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 在哈利泉旁安营 米电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 靠近摩利刚 耶和华对基电说 跟随你的人过度 我不能将米电人交在他们手中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 说 使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现在 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 反惧怕胆怯的 可以离开基电山回去 于是 有二万二千人回去 只剩下一万 耶和华对基电说 人还是过度 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 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 我指点谁说 这人可以同你去 他就可以同你去 我指点谁说 这人不可同你去 他就不可同你去 基电就带他们下到水旁 耶和华对基电说 反用舌头舔水 像狗舔的 要使他单站在一处 反跪下喝水的 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 于是 用手捧着舔水的 有三百人 其余的都跪下喝水 耶和华对基电说 我要用这舔水的三百人 拯救你们 将米电人交在你手中 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 这三百人就带着食物和脚 其余的以色列人 基电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 只留下这三百人 米电营在他下面的平原里 当那夜 耶和华吩咐基电说 起来 下到米电营里去 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倘若你怕下去 就带你的仆人普拉 下到那营里去 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 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 于是基电带着仆人普拉 下到营旁 米电人 亚玛利人 和一切东方人 都不散在平原 如同蝗虫那样多 他们的骆驼无数 多如海边的沙 基电到了 就听见一人将梦 告诉同伴说 我做了一梦 梦见一个大麦饼 滚入米电营中 到了帐幕 将帐幕撞倒 帐幕就翻转轻覆了 那同伴说 这不是别的 乃是以色列人 约阿师的儿子基电的刀 神已将米电和全军 都交在他的手中 基电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 就敬拜神 回到以色列营中 说 起来吧 耶和华已将米电的军队 交在你们手中了 于是基电将三百人分作三队 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 瓶内都藏着火把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看我行事 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 你们也要怎样行 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脚的时候 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脚 喊教授 耶和华和基电的刀 基电和跟随他的一百人 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 来到营旁就吹脚 打破手里的瓶 三队的人就都吹脚 打破瓶子 左手拿着火把 右手拿着脚 喊叫说 耶和华和基电的刀 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 全营的人都乱窜 三百人呐喊 使他们逃跑 三百人就吹脚 耶和华使全营的人 用刀互相击杀 逃到西利拉的伯哈士塔 直逃到靠近塔巴的亚伯米荷拉 以色列人就从拿弗塔利 亚舍和马拿西全地 聚集来追赶米甸人 基电打发人走遍以法连山地 说 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 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伯巴拉 于是 以法连的众人聚集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伯巴拉 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 一名鹅利 一名西伊伯 将鹅利杀在鹅利磐石上 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九栅那里 有追赶米甸人 将鹅利和西伊伯的首集 带过约旦河到基电那里 试诗记 第八章 以法连人对基电说 你去与米甸人征战 没有招我们同去 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 他们就与基电大大的争吵 基电对他们说 我所行的 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以法连拾取剩下的葡萄 不强过亚比乙蟹所摘的葡萄吗 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 鹅利和西伊伯 交在你们手中 我所行的 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 基电说了这话 以法连人的怒气就消了 基电和跟随他的三百人 到约旦河过渡 虽然疲乏 还是追赶 基电对书戈人说 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 因为他们疲乏了 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 西巴和撒木拿 书戈人的首领回答说 西巴和撒木拿已经在你手里 你是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 基电说 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木拿 交在我手之后 我就用野地的经条和纸籍 打伤你们 基电从那里上到皮努伊勒 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 皮努伊勒人 也与苏戈人回答他的话一样 他向皮努伊勒人说 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我必拆毁这楼 那时 西巴和撒木拿 并跟随他们的军队 都在加戈 约有一万五千人 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 已经被杀 约有十二万拿刀的 基电就由罗巴和约比哈东边 从驻帐篷人的路上去 杀败了米店人的军兵 因为他们坦然无惧 西巴和撒木拿逃跑 基电追赶他们 捉住米店的二王 西巴和撒木拿 惊散全军 约阿师的儿子基电 有西列斯坡从镇上回来 捉住书哥的一个少年人 问他 书哥的首领长老是谁 他就将首领长老 七十七个人的名字写出来 基电到了书哥 对那里的人说 你们从前讥较我说 西巴和撒木拿 已经在你手里 你是我们姜柄 给跟随你的批乏人吗 现在西巴和撒木拿 在这里 于是捉住那城内的长老 用野地的经条和纸籍 责打书哥人 又拆了皮奴伊勒的楼 杀了那城里的人 基电问西巴和撒木拿说 你们在塔伯山 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 回答说 他们好像你 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 基电说 他们是我同母的弟兄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 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 于是对他的长子 一贴说 你一起来杀他们 但一贴因为是童子 害怕不敢拔刀 西巴和撒木拿说 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 因为人如何 力量也是如何 基电就起来 基电就起来杀了西巴和撒木拿 夺获他们骆驼巷上戴的月牙圈 以色列人对基电说 你既就我们脱离米电人的手 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 基电说 我不管理你们 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 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 基电又对他们说 我有一件事求你们 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 原来仇敌是以时玛利人 都是戴金耳环的 他们说 我们情愿给你 就铺开一件外衣 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 基电所要出来的金耳环 重1700摄克勒金子 此外 还有米电王所戴的月环 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 并骆驼像上的金链子 基电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 设立在本城俄弗拉 后来 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 这就做了基电和他全家的网罗 这样米电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不敢再抬头 基电还在的日子 国中太平40年 约阿世的儿子耶路巴黎回去 住在自己家里 基电有70个亲生的儿子 因为他有许多的妻 他的妾住在世间 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基电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 约阿世的儿子基电 年纪老迈而死 葬在亚比以泄族的俄弗拉 在他父亲 约阿世的坟墓里 基电死后 以色列人又去随从 诸巴黎行邪淫 以巴黎比利土为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 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四维仇敌之手的 也不照着耶路巴黎 就是基电向他们所施的恩惠 后代他的家 诗诗记 第九章 耶路巴黎的儿子亚比米勒 到了世间见他的众母舅 对他们和他外族全家的人说 请你们问世间的众人说 是耶路巴黎的众子 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 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 你们又要纪念 我是你们的骨肉 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 为他说给世间人听 世间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 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 就从巴黎比利土的庙中 取了七十社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用意雇了些匪徒跟随他 他往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 将他弟兄耶路巴黎的众子七十人 都杀在一块磐石上 只剩下一路巴黎的小儿子约坦 因为他躲藏了 世间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 往世间像树旁的柱子那里 立亚比米勒为王 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 他就去站在吉利辛山顶上 向众人大声喊叫说 世间人哪 你们要听我的话 神也就听你们的话 有一时树木要告一树为王 管理他们 就去对橄榄树说 请你做我们的王 橄榄树回答说 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树木对无花果树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王 无花果树回答说 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树木对葡萄树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王 葡萄树回答说 我岂肯止住是神和人喜乐的新酒 飘摇在众树之上呢 众树对荆棘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王 荆棘回答说 你们若诚诚实实地告我为王 就要投在我的阴下 不然 愿火从荆棘里出来 烧灵黎巴嫩的香柏树 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 若按诚实正直 善待伊路巴黎和他的全家 这就是筹他的牢 从前 我父貌似为你们征战 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 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 将他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磐石上 又立他婢女所生的儿子 亚比米勒为世间人的王 他原是你们的弟兄 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 待伊路巴黎和他的家 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 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 不然 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 烧灭世间人和米罗众人 又愿火从世间人和米罗人中出来 烧灭亚比米勒 约坦因帕塔弟兄亚比米勒 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 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 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 和世间人中间 世间人就以诡诈 待亚比米勒 这是要叫耶路巴黎 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害 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 又叫那留他们写的罪 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世间人 世间人在山顶上设埋伏 等候亚比米勒 凡从他们那里经过的人 他们就抢夺 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 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来到世间 世间人都信靠他 世间人出城到田间去 摘下葡萄 踹酒 摄摆盐盐 进他们神的庙中吃喝 咒诅亚比米勒 以别的儿子加勒说 亚比米勒是谁 世间是谁 使我们服侍他呢 他不是耶路巴黎的儿子吗 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 你们可以服侍世间的父亲 哈摩的后裔 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 为愿这名归于我的手下 我就除掉亚比米勒 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 增填你的军兵出来吧 一载西布勒 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 就发怒 悄悄地打发人 去见亚比米勒 说 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 到了世间 山获城中的名攻击你 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 在田间埋伏 到早晨太阳一出 你就起来闯城 加勒和跟随他的人 出来攻击你的时候 你便向他们见机而坐 于是 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夜间起来 分作四对 埋伏等候世间人 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 站在城门口 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 从埋伏之处起来 加勒看见那些人 就对希伯勒说 看啊 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 希伯勒说 你看见山的影子 以为是人 加勒又说 看啊 有人从高处下来 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像树的路上而来 希伯勒对他说 你曾说 亚比米勒是谁 叫我们服侍他 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 这不是你所藐视的民吗 你现在出去 与他们交战吧 于是 加勒率领世间人出去 与亚比米勒交战 亚比米勒追赶加勒 加勒在他面前逃跑 有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 亚比米勒住在亚鲁玛 希伯勒赶出加勒和他弟兄 不准他们住在世间 次日 民出到田间 有人告诉亚比米勒 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 埋伏在田间 看见世间人从城里出来 就起来击杀他们 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 向前闯去 站在城门口 那两队只闯到田间 击杀了众人 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 江城夺取 杀了其中的居民 江城拆毁 撒上了监 世间楼的人听见了 就躲入巴黎比利土庙的卫所 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 世间楼的人都聚在一处 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 就都上撒门山 亚比米勒手拿斧子 砍下一根树枝 扛在肩上 对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看我所行的 也当赶紧照样行 众人就各砍一枝 跟随亚比米勒 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 放火烧了畏锁 以至世间楼的人都死了 男女约有一千 亚比米勒到提贝斯 向提贝斯安营 就攻取了那城 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 城里的众人 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 关上门上了楼顶 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 挨进楼门 要用火焚烧 有一个妇人 把一块上墨石 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 打破了他的脑骨 他就急忙喊叫 拿他兵器的少年人 对他说 拔出你的刀来 杀了我吧 免得人议论我说 他为一个妇人所杀 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 他就死了 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 便搁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这样神报应 亚比米勒 向他父亲所行的恶 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 世间人的一切恶 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 耶路巴黎的儿子 约坦的咒诅归到他们身上了 世诗记 第十章 亚比米勒以后 有以撒加人朵朵的孙子 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 拯救以色列人 他住在以法连山地的沙密 普拉做以色列的世诗 二十三年就死了 葬在沙密 在他以后 由基地人亚尔兴起 做以色列的世诗 二十二年 他有三十个儿子 骑着三十匹驴鞠 他们有三十座城义 叫做哈沃特亚尔 直到如今 都是在基列地 亚尔死了 就葬在加门 以色列人 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塔路 并亚兰的神 西顿的神 摩亚的神 亚门人的神 非利式人的神 离弃耶和华 不侍奉他 耶和华的怒气 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 非利式人和亚门人的手中 从那年起 他们绕害 欺压约旦河那边 驻亚摩利人之 激烈地的以色列人 共有十八年 亚门人又渡过 约旦河 去攻打 犹大和汴亚敏 并以法联族 以色列人就 甚觉窘迫 以色列人 哀求耶和华说 我们得罪了你 因为离弃了我们神 去侍奉诸巴利 耶和华对 以色列人说 我岂没有救过你们 脱离埃及人 亚摩利人 亚门人 和非利式人吗 西顿人 亚玛利人 马云人 也都欺压你们 你们哀求我 我也拯救你们 脱离他们的手 你们竟离弃我 侍奉别神 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 你们去哀求 所选择的神 你们遭遇极难的时候 让他救你们吧 以色列人对 耶和华说 我们犯罪了 任凭你随意 带我们吧 只求你今日 拯救我们 以色列人 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 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 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 就心中担忧 当时亚门人聚集 安营在基列 以色列人也聚集 安营在米斯巴 基列的民和众首领 彼此商议 说 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 谁必做基列 一切居民的领袖 诗诗记 第十一章 基列人耶和华 是个大能的勇士 是妓女的儿子 耶和华是基列所生的 基列的妻 也生了几个儿子 他妻所生的儿子 长大了 就赶读耶和华 说 你不可在我们父家 承受产业 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 耶和华就逃避 他的弟兄 去住在佗伯地 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 与他一同出入 过了些日子 亚门人攻打以色列 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 激烈的长老到佗伯地去 要叫耶和华回来 对耶和华说 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 我们好与亚门人争战 耶和华回答激烈的长老说 从前你们不是恨我 敢逐我出离父家吗 现在你们遭遇极难 为何到我这里来呢 激烈的长老回答耶和华说 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 是要你跟我们去 是要你跟我们去 与亚门人争战 你可以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 耶和华对激烈的长老说 你们叫我回去 与亚门人争战 耶和华把他交给我 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 激烈的长老回答耶和华说 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 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 于是耶和华同激烈的长老回去 百姓就立耶和华做领袖 做元帅 耶和华在米斯巴 将自己的一切话 沉迷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打发使者 去见亚门人的王说 你与我有什么相干 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 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和华的使者说 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 占据我的地 从亚嫩河到亚伯河 直到约旦河 现在你要好好地将这地归还吧 耶和华又打发使者 去见亚门人的王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 和亚门人的地 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 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 来到加迪斯 就打发使者去见亚东王 说 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 亚东王却不应允 有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 他也不允准 以色列人就住在加迪斯 他们又经过旷野 绕着以东河摩押地 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 在亚那河边安营 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 因为亚那河是摩押的边界 以色列人打发使者 去见亚摩利王西洪 就是西石本的王 对他说 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 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 西洪却不信服以色列人 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 乃招聚他的众民 在雅杂安营 与以色列人争战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将西洪和他的众民 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 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 得了亚摩利人的权地 从亚那河到亚伯河 从旷野直到约旦河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 赶出亚摩利人 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 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 你不是得为业吗 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 我们就得他的地 难道你比摩押王西波的儿子 巴勒还强吗 他曾与以色列人争战 或是与他们争战吗 以色列人住西十本 和属西十本的乡村 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 并演亚嫩河的一切诚意 已经有三百年了 在这三百年之内 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 原来我没有得罪你 你却攻打我 恶待我 愿审判人的耶和华 今日在以色列人 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 但亚门人的王 不肯听耶夫他打发人说的话 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夫他身上 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 来到基列的米斯巴 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 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 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 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 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 就必归你 我也必将他献上为凡计 于是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 与他们征战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 他就大大杀败他们 从亚罗尔到米尼 直到亚伯勒 基拉明攻取了二十座城 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耶夫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 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 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 耶夫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 哀哉我的女儿啊 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做男了 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 不能挽回 他女儿回答说 父啊 你既向耶和华开口 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 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 为你报仇 又对父亲说 有一件事求你允准 容我去两个月 与同伴在山上 好哀哭我终为处女 耶夫他说 你去吧 就容他去两个月 他便和同伴去了 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 两月已满 他回到父亲那里 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 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 此后 以色列中有个规矩 每年以色列的女子 去为激烈人耶和他的女儿 哀哭四天 诗诗记 第十二章 以法连人聚集 到了北方 对耶夫他说 你去与亚门人征战 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 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 耶夫他对他们说 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打争战 我招你们来 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 我见你们不来救我 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 你们今日 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 于是耶夫他招聚激烈人 与亚法连人征战 激烈人击杀亚法连人 是因他们说 你们激烈人在亚法连马拿西中间 不过是亚法连逃亡的人 激烈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不容亚法连人过去 亚法连逃走的人若说 容我过去 激烈人就问他说 你是以法连人不是 他若说不是 就对他说 你说是玻劣 以法连人因为咬不争字音 便说稀玻劣 激烈人就将他拿住 杀在约旦河的渡口 那时以法连人被杀的 有四万二千人 耶夫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六年 激烈人耶夫他死了 葬在激烈的一座城里 耶夫他以后 有伯利恒人以比赞 做以色列的士师 他有三十个儿子 三十个女儿 女儿都嫁出去了 他给众子从外乡 娶了三十个媳妇 他做以色列的士师七年 以比赞死了 葬在伯利恒 以比赞之后 有西伯伦人以伦 做以色列的士师十年 西伯伦人以伦死了 葬在西伯伦地的亚亚伦 以伦之后 由比拉顿人 西列的儿子亚顿 做以色列的士师 他有四十个儿子 三十个孙子 骑着七十匹驴居 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八年 比拉顿人 西列的儿子亚顿死了 葬在以法连地的比拉顿 在亚玛利人的山地 试诗记 第十三章 以色列人又行 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将他们 交在非利式人手中四十年 那时有一个索拉人 是属弹族的 名叫马罗亚 他的妻不怀孕 不生育 耶和华的使者 向那妇人显现 对他说 向来你不怀孕 不生育 如今 你必怀孕 生一个儿子 所以 你当谨慎 清酒浓酒 都不可喝 一切不结之物 也不可吃 你必怀孕 生一个儿子 不可用剃头刀 剃他的头 因为 这孩子一出胎 就归神 做拿西尔人 他必起手 拯救 以色列人 脱离 非利式人的手 妇人就回去 对丈夫说 有一个神人 到我面前来 他的相貌 如神使者的相貌 甚是可畏 我没有问他 从哪里来 他也没有将 他的名告诉我 却对我说 你要怀孕 生一个儿子 所以清酒 浓酒 都不可喝 一切不结之物 也不可吃 因为这孩子 从出胎 一直到死 必归神 做拿西尔人 马诺亚就祈求 耶和华说 主啊 求你再拆遣 那神人 到我们这里来 好指教我们 怎样带着 将要生的孩子 神应允 马诺亚的话 妇人正坐在 田间的时候 神的使者 又到他那里 他丈夫马诺亚 却没有同他 再一处 妇人急忙跑去 告诉丈夫说 那日 到我面前来的人 又向我显现 马诺亚起来 跟随他的妻 来到那人面前 对他说 与这妇人 说话的 就是你吗 他说 是我 马诺亚说 愿你的话应验 我们当怎样 带着孩子 他后来当怎样呢 耶和华的使者 对马诺亚说 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 他都当谨慎 葡萄树所结的 都不可吃 清酒浓酒 都不可喝 一切不结之物 也不可吃 凡我所吩咐的 他都当遵守 马诺亚对 耶和华的使者说 求你容我们 款留你 好为你预备 一只山羊羔 耶和华的使者 对马诺亚说 你虽然 款留我 我却不吃 你的食物 你若预备 凡祭就当 献与 耶和华 原来 马诺亚 不知道 他是 耶和华的使者 马诺亚对 耶和华的使者说 请将 你的名 告诉我 到你 化应验的时候 我们 好尊敬你 耶和华的使者 对他说 你何必 问我的名 我名 是奇妙的 马诺亚 将一只 山羊羔 和宿记 在磐石上 献与 耶和华 使者 行奇妙的事 马诺亚 和他的 妻观看 见火焰 从坛上 往上升 耶和华的使者 在坛上的 火焰中 也升上去了 马诺亚 和他的 妻看见 就 浮浮于地 耶和华的使者 不再向 马诺亚 和他的 妻显现 马诺亚 才知道 他是 耶和华的使者 马诺亚 对他的妻说 我们必要死 因为 看见了神 他的妻 却对他说 耶和华 若要杀我们 必不从我们手里 收纳 凡计 和素计 并不将 这一切事 指示我们 今日 也不将 这些话 告诉我们 后来 妇人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 起名叫 参孙 孩子 长大 耶和华 赐福 于他 在 马哈尼旦 就是 索拉 和 以石头 中间 耶和华的 灵 才 感动 他 世诗计 第十四章 参孙 参孙 吓到 亭拿 在那里 看见一个女子 是 非力士人的 女儿 参孙上来 禀告 他父母说 我在 亭拿 看见一个女子 是 非力士人的 女儿 愿你们 给我 娶来 为妻 他 父母说 在你 弟兄的 女儿中 或在 本国的 民中 岂没有 一个女子 何至你 去在 未受割离的 非力士人中 娶妻呢 参孙 参孙对他 父亲说 愿你给我 娶那女子 因我 喜悦她 他的父母 却不知道 这事 是出于 耶和华 因为 他找机会 攻击 非力士人 那时 非力士人 挟制 以色列人 参孙 跟他父母 下 亭拿去 到了 亭拿的 葡萄园 见有一只 少壮狮子 向他吼叫 耶和华的灵 大大感动 参孙 他虽然 手无器械 却将 狮子撕裂 如同 撕裂 山羊膏一样 他行这事 并没有 告诉父母 参孙 下去 与女子 说话 就喜悦他 过了些日子 再下去 要娶那女子 转向道旁 要看死狮 见有一群 疯子和蜜 在死尸之内 就用手 取蜜 且吃 且走 到了父母那里 给他父母 他们也吃了 只是 没有告诉 这蜜 是从死尸之内 取来的 他父亲 下去 见女子 参孙 在那里 设摆炎炎 因为 向来少年人 都有这个规矩 众人 看见 参孙 就请了三十个人 陪伴他 参孙 对他们说 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 你们在七日 炎炎之内 若能猜出意思 告诉我 我就给你们三十件礼仪 三十套衣裳 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 告诉我 你们就给我三十件礼仪 三十套衣裳 他们说 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 参孙对他们说 吃的从吃者出来 甜的从强者出来 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 到了第七天 他们对参孙的妻说 你狂宏你丈夫 探出谜语的意思 告诉我们 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富家 你们请了我们来 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 参孙的妻在丈夫面前提哭说 你是恨我 不是爱我 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 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 参孙回答说 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 岂可告诉你呢 七日炎炎之内 他在丈夫面前提哭 到第七天逼着他 他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他妻 他妻就告诉本国的人 到第七天 日头未落以前 那城里的人对参孙说 有什么比蜜还甜呢 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 参孙对他们说 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 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他就下到亚石基伦 击杀了三十个人 夺了他们的衣装 将衣装给了猜出谜语的人 参孙发怒就上傅家去了 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 就是做过他朋友的 诗诗记 第十五章 过了些日子 到割麦子的时候 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 去看他的妻 说 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 他岳父不容他进去 说 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 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 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 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 参孙说 这回我加害于非力士人 不算有罪 于是参孙去捉了三百只狐狸 将狐狸尾巴 一对一对的捆上 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 点着火把就放狐狸 进入非力士人站着的河架 将堆积的河捆 和未割的河架 并橄榄园尽都烧了 非力士人说 这事是谁做的呢 有人说 是廷拿人的女婿参孙 因为他岳父 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 于是非力士人上去 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 参孙对非力士人说 你们既然这样行 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 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 连腿带腰都砍断了 他便下去 住在以坦盘的穴内 非力士人上去 安营在犹大 布山在利西 犹大人说 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 他们说 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 他向我们怎样行 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 于是 有三千犹大人 下到以坦盘的穴内 对参孙说 非力士人挟制我们 你不知道吗 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 他回答说 他们向我怎样行 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 犹大人对他说 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 将你交在非力士人手中 参孙说 你们要向我启示 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 他们说 我们断不杀你 只要将你捆绑 交在非力士人手中 于是 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 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 参孙到了利西 非力士人都赢得喧嚷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 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蚂一样 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他见一块胃干的驴腮骨 就伸手拾起来 用意击杀一千人 参孙说 我用驴腮骨杀人成队 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 说完这话 就把那腮骨 从手里抛出去了 那地便叫拉莫利西 参孙甚绝口渴 就求告耶和华说 你既借仆人的手 施行这么大的拯救 岂可任我可死 落在未受割离的人手中呢 神就使利西的挖处裂开 有水从其中涌出来 参孙喝了精神复原 因此那拳名叫尹哈戈利 那拳直到今日还在利西 当菲利士人挟制 以色列人的时候 参孙做以色列的诗诗 二十年 诗诗记 第十六章 参孙到了加萨 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 就与她亲近 有人告诉加萨人说 参孙到这里来了 他们就把她团团围住 中夜在城门悄悄埋伏 说 等到天亮 我们便杀她 参孙睡到半夜 起来 将城门的门扇 门框 门栓 一起拆下来 扛在肩上 扛到西伯伦前的山顶上 后来 参孙在缩猎谷喜爱一个妇人 名叫大利拉 菲利斯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 对她说 求你 狂讽参孙 探探 她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 我们用合法能胜她 捆绑 克制她 我们就每人 给你一千一百 设可乐银子 大利拉对参孙说 求你告诉我 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 当用合法捆绑 克制你 参孙回答说 人若用七条 未干的青绳子 捆绑我 我就软弱 像别人一样 于是 菲利斯人的首领 拿了七条 未干的青绳子 来交给妇人 她就用绳子 捆绑参孙 有人欲先埋伏在 妇人的内室里 妇人说 参孙啊 菲利斯人拿你来了 参孙就正断绳子 如正断 金火的麻线一般 这样 她力气的根由 人还是不知道 大理拉对参孙说 你欺哄我 向我说谎言 现在求你告诉我 当用合法捆绑你 参孙回答说 人若用没有使过的 心绳捆绑我 我就软弱 像别人一样 大理拉就用心绳捆绑她 对她说 参孙啊 菲利斯人拿你来了 有人欲先埋伏在 内室里 参孙将壁上的绳 正断了 如正断一条线一样 大理拉对参孙说 你到如今 还是欺哄我 向我说谎言 求你告诉我 当用合法捆绑你 参孙回答说 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发柳 与尾线同之就可以了 于是 大理拉将她的发柳 与尾线同之 用角子定住 对她说 参孙啊 菲利斯人拿你来了 参孙从睡中醒来 将机上的绝子和尾线 一起都拔出来了 大理拉对参孙说 你既不与我同心 怎么说你爱我呢 你这三次欺哄我 没有告诉我 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 大理拉天天用话催逼她 甚至她心里烦闷要死 参孙就把心中所藏的 都告诉了她 对她说 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 因为我自出母胎 就归神做拿西尔人 若剃了我的头发 我的力气就离开我 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 大理拉见她 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她 就打发人到菲利斯人的首领那里 对他们说 她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 请你们再上来一次 于是菲利斯人的首领 手里拿着银子 上到妇人那里 大理拉是参孙 枕着她的膝睡觉 叫了一个人 来剃除她头上的七条发柳 于是大理拉克制她 她的力气就离开她了 大理拉说 参孙啊 菲利斯人拿你来了 参孙从睡中醒来 心里说 我要向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 她却不知道 耶和华已经离开她了 菲利斯人将她拿住 弯了她的眼睛 带她下到加萨 用铜链拘索她 她就在肩里推磨 然而 她的头发被剃之后 又渐渐长起来了 菲利斯人的首领聚集 要给他们的神大滚献大祭 并且欢乐 因为他们说 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 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 众人看见参孙 就赞美他们的神 说 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地 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 交在我们手中了 他们正艳乐的时候 就说 叫参孙来 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 于是 将参孙从尖里提出来 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 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 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 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 我要靠一靠 那时 房内充满男女 菲利斯人的众首领 也都在那里 房的平顶上 约有三千男女 观看参孙细耍 参孙求告耶和华说 主耶和华呀 求你眷恋我 神啊 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 使我在菲利斯人身上 抱那弯我双眼的仇 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 左手抱一根 右手抱一根 说 我情愿与菲利斯人同死 就尽力屈身 房子倒塌 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 这样 参孙死时所杀的人 比活着所杀的还多 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 都下去取他的尸首 抬上来 葬在索拉和以尸桃中间 在他父 马诺亚的坟墓里 参孙做以色列的试诗 二十年 第十七章 以法连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家 他对母亲说 你那一千一百赦克的银子被人拿去 你因此咒诅 并且告诉了我 看哪 这银子在我这里 是我拿去了 他母亲说 我儿啊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米家就把这一千一百赦克的银子 还他母亲 他母亲说 我分出这银子来 为你献给耶和华 好雕刻一个像 筑成一个像 现在 我还是交给你 米家将银子还他母亲 他母亲 将二百赦克的银子 交给银匠 雕刻一个像 筑成一个像 安置在米家的屋内 这米家有了神堂 又制造以福德和家中的神像 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 那时 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犹大博立恒 犹大博立恒有一个少年人 是犹大族的立卫人 他在那里寄居 这人离开犹大博立恒城 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 行路的时候 到了以法连山地 来到米家的家 米家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他回答说 从犹大博立恒来 我是立卫人 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 米家说 你可以住在我这里 我以你为父为祭司 我每年给你 十摄克勒银子 一套衣服 和度日的食物 立卫人就进了他的家 立卫人情愿与那人同住 那人看着少年人 如自己的儿子一样 米家分派这少年的立卫人 做祭司 他就住在米家的家里 米家说 现在我知道耶和华 必赐福于我 因我有一个立卫人 做祭司 是诗记 第十八章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但支派的人 仍是寻地居住 因为到那日子 他们还没有在 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 但人从索拉和以石头 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 去仔细窥探那地 吩咐他们说 你们去窥探那地 他们来到以法连山地 进了米家的住宅 就在那里住宿 他们临近米家的住宅 听出那少年 立卫人的口音来 就进去问他说 谁领你到这里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这里得什么 他回答说 米家带我如此如此 请我做祭司 他们对他说 请你求问神 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 通达不通达 祭司对他们说 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去 你们所行的道路 是在耶和华面前的 无人就走了 来到拉伊 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 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 在那地没有人掌权 扰乱他们 他们离西顿人也远 与别人没有来往 无人回到索拉和以士陶 见他们的弟兄 弟兄问他们说 你们有什么话 他们回答说 起来 我们上去攻击他们吧 我们已经窥探那地 见那地甚好 你们为何静坐不动呢 要急速前往得那地为业 不可迟言 你们到了那里 必看见安居无虑的民 地也宽阔 神已将那地交在你们手中 那地百物俱全 一无所缺 于是 弹族中的六百人 各带兵器 从索拉和以士陶前往 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 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 因此那地方 名叫马哈尼弹 直到今日 他们从那里 往以法连山地去 来到米家的住宅 从前窥探拉一地的五个人 对他们的弟兄说 这宅子里 有以福德和家中的神像 并雕刻的像 与筑城的像 你们知道吗 现在 你们要想一想 当怎样行 五人就进入米家的住宅 到了那少年 立威人的房内 问他好 那六百旦人 各带兵器 站在门口 窥探地的五个人 走进去 将雕刻的像 以福德 家中的神像 并筑城的像 都拿了去 祭司和带兵器的六百人 一同站在门口 那五个人进入米家的住宅 拿出雕刻的像 以福德 家中的神像 并筑城的像 祭司就问他们说 你们做什么呢 他们回答说 不要做生 用手无口 跟我们去吧 我们必以你为父 为祭司 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 还是做以色列 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 祭司心里喜悦 便拿着以福德 和家中的神像 并雕刻的像 进入他们中间 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 妻子 儿女 牲畜 财物 都在前头 离米家的住宅一远 米家的近邻 都聚集来 追赶旦人 呼叫旦人 旦人回头问米家说 你聚集这许多人 来做什么呢 米家说 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 和祭司都带了去 我还有所生的吗 怎么还问我说 做什么呢 但人对米家说 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 恐怕有性暴的人攻击你 以致你和你的全家 尽都丧命 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 米家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 就转身回家去了 但人将米家所做的神像 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伊 见安居无虑的民 就用刀杀了那民 又放火烧了那城 并无人搭救 因为离西顿远 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 城在平原 那平原靠近伯利河 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 照着他们十足以色列之子 但的名字 给那城起名叫但 原先那城名叫拉伊 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 摩西的孙子 格顺的儿子约拿丹 和他的子孙 做蛋支派的祭司 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 神的殿在世罗多少日子 但人为自己设立米加索雕刻的像 也再淡多少日子 世诗记 第十九章 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 有驻以法连山地那边的一个立位人 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 妾行淫离开丈夫 归犹大伯利恒 到了傅家 在那里住了四个月 她丈夫起来 带着一个仆人 两匹驴去见她 用好话劝她回来 女子就引丈夫进入傅家 她傅见了那人 便欢欢喜喜地迎接 那人的岳父 就是女子的父亲 将那人留下住了三天 于是 二人一同吃喝住宿 到第四天 立位人清早起来要走 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 请你吃点饭 加添心力 然后可以行路 于是 二人坐下一同吃喝 女子的父亲对那人说 请你再住一夜 畅快你的心 那人起来要走 他岳父抢留他 他又住了一宿 到第五天 他清早起来要走 女子的父亲说 请你吃点饭 加添心力 等到日头偏息再走 于是 二人一同吃饭 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 起来要走 他岳父 就是女子的父亲 对他说 看啊 日头偏息了 请你再住一夜 天快晚了 可以在这里住宿 畅快你的心 明天早早起行 回家去 那人不愿再住一夜 就背上那两匹驴 带着妾 起身走了 来到耶布斯的对面 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临近耶布斯的时候 日头快要落了 仆人对主人说 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 主人回答说 我们不可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 不如过到基比亚去 又对仆人说 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 或住在基比亚 或住在拉玛 他们就往前走 将到边雅敏的基比亚 日头已经落了 他们进入基比亚 要在那里住宿 就坐在城里的街上 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 晚上有一个老年人 从田间做工回来 他原是以法连山地的人 住在基比亚 那地方的人却是边雅敏人 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 坐在城里的街上 就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他回答说 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 要往以法连山地那边去 我原是那里的人 到过犹大伯利恒 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 在这里无人接我进他的家 其实我有粮草可以喂驴 我与我的妾 并我的仆人 有饼有酒 并不缺少什么 老年人说 愿你平安 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 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 于是 领他们到家里 喂上驴 他们就洗脚吃喝 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 城中的匪徒围入房子 连连扣门 对房主老人说 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 我们要与他交合 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 弟兄们啊 不要这样作恶 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 你们就不要行着丑事 我有个女儿 还是厨女 并有这人的妾 我将他们领出来 任凭你们电辱他们 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 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 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 他们便与他交合 中夜凌辱他 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 天快亮的时候 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 就扑倒在地 直到天亮 早晨 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 出去要行路 不料 那妇人扑倒在房门前 两手搭在门槛上 就对妇人说 起来 我们走吧 妇人却不回答 那人便将他驮在驴上 起身回本处去了 到了家里 用刀将窃的尸身 切成十二块 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的四镜 凡看见的人都说 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 直到今日 这样的事没有行过 也没有见过 现在应当思想 大家商议 当怎样办理 世诗记 第二十章 于是 以色列从旦到别士巴 以及驻基列地的众人 都出来 如同一人 聚集在米斯巴 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民的首领 就是各支派的军长 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 拿刀的步兵 共有四十万 以色列人上到米斯巴 边亚敏人都听见了 以色列人说 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 对我们说明 那立位人 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 回答说 我和我的妾 到了宾亚敏的基比亚住宿 基比亚人夜间起来 围了我住的房子 想要杀我 又将我的妾强奸致死 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 使人拿着传送 以色列德维耶的权地 因为基比亚人 在以色列中 行了凶淫丑恶的事 你们以色列人 都当筹划商议 众民都起来如同一人 说 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帐篷 自己房屋去 我们向基比亚人必这样行 照所撤的签去攻击他们 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 一百人挑取十人 一千人挑取百人 一万人挑取千人 为民运粮 等大众到了边亚敏的基比亚 就找基比亚人 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 征伐他们 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如同一人 聚集攻击纳城 以色列众之派打发人去 问边亚敏之派的各家说 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 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的那些匪徒交出来 我们好治死他们 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 边亚敏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 以色列人的话 边亚敏人从他们的各城里出来 聚集到了基比亚 要与以色列人打仗 那时边亚敏人从各城里点出拿刀的 共有二万六千 另外还有基比亚人点出七百精兵 在众军之中 有拣选的七百精兵 都是左手便利的 能用鸡弦甩石打人 毫发不差 边亚敏人之外 点出以色列人拿刀的 共有四十万都是战士 以色列人就起来 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 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 与边亚敏人争战呢 耶和华说 犹大当先上去 以色列人早晨起来 对着基比亚安营 以色列人出来 要与边亚敏人打仗 就在基比亚前摆阵 边亚敏人就从基比亚出来 当日杀死以色列人二万二千 以色列人彼此奋勇 仍在头一日摆阵的地方 又摆阵 为摆阵之先 以色列人上去 在耶和华面前哭嚎 直到晚上 求问耶和华说 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 边亚敏人打仗 可以不可以 耶和华说 可以上去攻击他们 第二日 以色列人就上去攻击边亚敏人 边亚敏人也在这日 从基比亚出来 与以色列人接战 又杀死他们一万八千 都是拿刀的 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 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 当日禁食直到晚上 又在耶和华面前 献凡祭和平安祭 那时神的约会在那里 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 势力在约会前 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 我们当再出去 与我们弟兄边亚敏人打仗呢 还是罢兵呢 耶和华说 你们当上去 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 交在你们手中 以色列人在基比亚的四围 设下伏兵 第三日 以色列人又上去攻击边亚敏人 在基比亚前摆阵 与前两次一样 边亚敏人也出来迎敌 就被引诱离城 在田间两条路上 一通伯特利 一通基比亚 向前两次 动手杀死以色列人 约有三十个 边亚敏人说 他们仍旧败在我们面前 但以色列人说 我们不如逃跑 引诱他们 离开城到路上来 以色列众人都起来 在巴利他马摆阵 以色列的伏兵 从玛利加巴埋伏的地方 冲上前去 有以色列人中的一万精兵 来到基比亚前接战 士派甚是凶猛 边亚敏人却不知道灾祸临近了 耶和华使以色列人 杀败边亚敏人 那日以色列人杀死边亚敏人 二万五千一百 都是拿刀的 于是边亚敏人知道自己败了 先是以色列人 因为靠着在基比亚前所设的伏兵 就在边亚敏人面前诈败 伏兵急忙闯进基比亚 用刀杀死全城的人 以色列人预先同伏兵约定 在城内放火 以烟气上腾为号 以色列人临退阵的时候 边亚敏人动手杀死以色列人 约有三十个 就说 他们仍向前次被我们杀败了 当烟气如注 从城中上腾的时候 边亚敏人回头观看 见全城的烟气冲天 以色列人又转身回来 边亚敏人就甚惊慌 因为看见灾祸 临到自己了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 转身往旷野逃跑 以色列人在后面追杀 那从各城里出来的 也都加攻杀灭他们 以色列人围绕边亚敏人 追赶他们 在他们歇脚之处 对着日出之地的基比亚 践踏人 践踏他们 边亚敏人死了的 有一万八千都是勇士 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 往临门盘去 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五千人 如拾取一岁一样 追到基顿 又杀了他们二千人 那日边亚敏死了的 共有二万五千人 都是拿刀的勇士 只剩下六百人 转身向旷野逃跑 到了临门盘 就在那里住了四个月 以色列人又转到边亚敏地 将各城的人和牲畜 并一切所遇见的 都用刀杀尽 又放火烧了一切成意 世诗记 第二十一章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启示说 我们都不将女儿给边亚敏人为妻 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 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 放声痛哭 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为何以色列中 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 此日清早百姓起来 在那里住了一座坛 献凡记和平安记 以色列人彼此问说 以色列各支派中 谁没有同会众 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 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事说 凡不上米斯巴 到耶和华面前来的 必将他致死 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 边亚敏后悔说 如今以色列中 绝了一个支派了 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 起誓说 必不将我们的女儿 给边亚敏人为妻 现在我们当怎样办理 是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 又彼此问说 以色列支派中 谁没有上米斯巴 到耶和华面前来呢 他们就查出 基列亚比没有一人 进营到惠众那里 因为百姓被蜀的时候 没有一个基列亚比人在那里 惠众就打发一万二千大勇士 吩咐他们说 你们去用刀将基列亚比人 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 所当行的就是这样 要将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 进行杀戮 他们在基列亚比人中 遇见了四百个未嫁的处女 就带到迦南地的士罗营里 全会众打发人 到临门盘的边亚敏人那里 向他们说和睦的话 当时边亚敏人回来了 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 基列亚比的女子给他们为妻 还是不够 百姓为边亚敏人后悔 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 会中的长老说 边亚敏中的女子既然除灭了 我们当怎样办理 使那余生的人有妻呢 又说 边亚敏逃脱的人当有地业 免得以色列中涂抹了一个支派 只是我们不能将自己的女儿 给他们为妻 因为以色列人曾启示说 有将女儿给边亚敏人为妻的 必受咒诅 他们又说 在利波拿以南 伯特利以北 在世间大陆以东的士罗 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期 就吩咐边亚敏人说 你们去 在葡萄园中埋伏 若看见世罗的女子出来跳舞 就从葡萄园出来 在世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 回边亚敏地去 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 若来与我们争敬 我们就说 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 施恩给这些人 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 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 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的 若是你们给的 就算有罪 于是边亚敏人照样而行 按着他们的树木 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 就回自己的地业去 又从修成义居住 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 各归本支派 本宗族 本地业去了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